7月20日,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与中核战略规划研究总院举办危险的合谋美英澳核潜艇合作的核扩散风险研究报告发布会 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会长张岩在发布会上表示 美英澳根据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议高调启动三国核潜艇合作涉及武器及核材料非法转让 其数量之大足以制造近百枚核武器,开创危险先例,造成严重核扩散风险 2021年9月15日,美国、英国与澳大利亚三国发表联合声明 宣布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开展多种先进国防技术合作,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能力 张岩指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是继五眼联盟和美日英澳四边机制之后 美与少数国家联手打造的新政治军事同盟,服务于美主岛的印太战略 旨在挑动地区对抗核分辨,进行地缘零核博弈,给国际和地区形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作为奥古斯框架下的首个合作项目,美英将协助澳建造至少八艘核潜艇 张岩表示,三国和潜艇合作涉及武器及核材料非法转让这一重大敏感问题 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生效以来,核武器国家首次大规模向无核武器国家转让长吨的武器及核材料 其数量之大足以制造近百枚核武器,开创危险先例,造成严重核扩散风险 张岩指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严重违反三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 严重违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直接违反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 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破坏全球战略稳定与平衡 诱发核潜艇军备竞赛,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历史上,许多具有核野心的国家企图发展核武器时,都受限于武器及核材料生产技术和能力 无法获得足够数量的武器及核材料 报告指出,虽然澳大利亚前总理莫里森此前在声明中明确表示 新核潜艇反应堆全售期不换料 单集合美英两国核潜艇反应堆目前均使用油235,方度达到93.5%的武器及高农油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所设核材料也将是武器及高农油 国际巡控专家估计,澳未来8艘核潜艇总共需要1.6至2吨武器及高农油 而制造一枚核武器需要25000克武器及高农油 美英拟向澳转让的武器及核材料可用来制造多达64亿至80枚核武器 报告表示,美国和英国作为NPT核武器国家,明目张胆地向无核武器国家输出长吨的武器及核材料是赤裸裸的和扩散行径 而澳大利亚作为NPT无核武器国家,公然接受数量如此巨大的武器及核材料,无异于一只脚跨过了核门槛 三国此举严重违背NPT